在我们关心台湾到底整个的极端气候会不会越来越严峻 也就是说会不会发生突然之间我们在一两天之内 把一整年甚至两三年要下的雨 全部在这两三天给下完了 那我们如何消耗得了这么多的这个雨量呢 好 在关心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再来看一个新闻画面 也是非常触目惊心的 我们知道这次淹大水不只是澳洲 连巴西也是到处都是这个水化 我们来看看这个新闻画面 滚滚洪水混着泥浆从山坡上倾斜而下 锁禁之处全部成为废墟 车子房屋无一幸免 一米女子被困在破烂的屋顶上 手里还抱着一只小黑狗 随时都有可能失足 情况十分危急 这场灾难造成数百人死亡 超过两千人失去家园 身怀者痛哭令人鼻酸 当这么重大的自然的天后发生的时候 真的人命生死一瞬间 刚才我们看到那个非常惊险的救援画面 那索性他还救到了他自己 有很多的人命或者是房子或者是财产 在这场大水当中全部都是付诸东流的 所以我们想那个问题 那台湾这么小 欢迎我们如果发生这种事情的话 该怎么办 我们有没有办法可以预防 或者是说我们在心情上 应该做什么样的这种准备呢 刘教授 讲到这点 比如说我们对这个地球上的这些灾害天气 除了这个天气之外 我们说气候不管它 我们先不去追究这个原因 追究原因可能科学家 像王教授这样的年轻的教授 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分析它 我倒觉得就是说 人可能要真的是要好好的思考 人要思考 我们过去为了鼓励士气 比如说我们到了台湾之后 我们要鼓励士气 我们说天天要说打谁打谁 然后我们天天说 我们要人定胜天等等 这个口号绝对不能喊 就是因为人定胜天 我们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情 包括我们的衣食住行 去想想看 我们今天到来这个饭馆里的东西 上桌之后 有多少吃下肚子 有多少是把它丢掉了 浪费的 这种 第二个就是 我们常常为了某些事情 去修改某些事情 那这个是不是还能够保持 那个地球的平衡就有问题 我们曾经做过一件事情 就是山坡地的开发 有一年 我也不说是哪一位 哪位做的决策 他就突然把它升高五度 这个五度 你想想看山坡要开掉多少 以我们台湾为例 那过去这个中央山边的雨水 有山里下了之后 流到下边的制宏的时间 大约是三个小时左右 现在是不到一小时 就山里下大水 下大雨 下边就是淹水了 你连跑都来不及 我觉得刘教授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就是说过去呢 我们就是说 鼓励大家 人定胜天 然后我们可能太多 勉强地向大自然去掠夺了太多的资源 那现在呢 大自然要反扑了 所以这个议题对全世界的人类来说 都是非常要重要来辨别的 必要办法 所以像浩平 你常常到世界去走 我想对于生态 对于气候的变迁 你一定感受非常的深 感受太深了 所以我们如果延续刚才刘教授说的 现在的人类 我们面临着这个新的课题 其实没有一个人可以回避 我们怎样去思考 我们跟大自然之间的互动 对 其实玛雅预言 她讲2012给我们的 不是一个世界末日的问题 而是我们必须要对我们 整个地球的进化再生 对 以及我们对于全宇宙 全地球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宇宙的意识 要再连结 那我就讲 在我实际遇到的情况 你知道2008年 北京办奥运 对不对 对 他办奥运 当然希望不要下雨 所以他想尽各种化学的方法 人定胜天的方法 往天空打东西 对 打到就果真天气 万里无云 可是到2009 他们又是一个好兆头 必须要面对他建国 所谓60年 这样一个大的节庆 又是往空中 打那些化学物品 然后果然也没下雨 对 跟他不要下雨 可是接着就都不下雨 然后接着 他们就在10月的时候 开始试着要打 能够人造雨 那一开始 我记得那一年 2009 我刚好10月30号 在北京大学演讲 29号的时候 天气还非常好 非常热 30号忽然下雨 然后31号留在那边 等到11月1号 2009年11月1号 对所有北京 在首都机场人 都是一场噩梦 因为你知道吗 所有的人都被 关在飞机里面 关了13个小时 因为忽然他们可能 又打了人造雨 刚好碰到蒙古 西伯利亚来的寒流 变成了一个大风雪 把整个北京 从来没有这么早的风雪 全部冰封 整个机场全部冰封 所有的旅客 所有的飞机 全部滞留在那边 那个时候 我心里深深地在感触 尤其后来是香港 爆出的新闻说 原来那是打了 人造雨的关系 但是这样的情形 就如同刚才 我觉得刘教授 讲得太好了 这就是我们 真的是掠夺太多 太自信 人定胜天 到最后 伤的是我们自己 我觉得在很多的时候 或许人类 自以为无所不能 所以人类 想要取代上帝 做上帝应该做的事情 但是也许现在 是我们付出代价的时候 光潜因为你 这么长久以来 你作为一个 自身的媒体 你也观察了很多 就是说文明的世界 在整个全球 在做这个进逐的过程当中 确实可能人类 在做了很多勉强 或者是说 为了我要得到第一 所以你看看 我们要呼风唤雨 天哪 这本来是过去 老天爷要做的事情 如今我们要呼风 我们又要唤雨 但是我们可能要付出 很大的代价 对 我们想说 四出必有阴 有天灾也有人祸 其实我最近看这新闻 最令我感慨 其实到 就是我刚刚一再提到的海地 你知道有人去研究 说它的这个地震 是提早到来的 是因为这个国家 他们过去 烂肯烂法 他们就是盗卖那个木头 所以它某种程度 它就会影响整个这个板块 或者说整个这个 所谓的这个大自然的一个 既定的一个现况 所以它提早到了 他们也受灾了 那我看到那个巴西 刚刚你们放那个画面 大家也别忘了 从去年到今年 巴西那个是一个 土石流的一个灾难 已经建议土石流了 其实土石流对我们台湾 并不陌生 可是你想想看 也是一个灾难 你看我刚刚讲过泰国 他们总共是76个省 五十一个省出现灾难 然后呢 巴西斯坦 他们多少人受灾 他们两千万人受灾 他们死的是两千人 那我就看到一个画面 是在这个巴西斯坦 他们后来受灾 他们就是 已经无家可归 他们每个人 是几带比较高的 那个火车铁道上面 你想这是 没有办法人过的 所以 刚刚这个刘教授讲的很好 就是说我们 台湾某种程度 继续教训嘛 我们过去有什么 烂肯烂法的 这些问题 等等 那我最后再提到一个就是说 我们可以讲说 用冰火五重天 我们谈过冰啊 冷啊 那水啊什么的 但比如说火山 从去年到今年 我们讲说 我们讲说冰岛火山爆发 艾亚法拉 对 艾亚法拉 跟其他几个 它们是一个连锁效应 那火山会造成 这个整个蝴蝶效应 整个欧洲 他们总共上百万人 是在机场滞留的 那这次因为冷滞留 刚刚浩平一开始讲 大家在包那个锡箔纸 锡箔纸还不够 然后包那个所谓的 去放这个所谓的 玻璃器皿的那种 可以再啪啪啪啪打的那种 泡泡泡棉 就是你可以用的都用上了 那可是呢 大家讲说 大自然有个周期 我曾经看一个资料 就是意大利 他们最近不是有个火山爆了吗 后来还好三天之后会止息了 可是他们讲说 周期大概两三千年 怕是维苏维火山 就是西元 79年造成 旁贝城整个淹没的那个火山 他们后来 再往三千多年 三四千年去推 就是说那个周期 刚好是两三千年 那差不多你可以算 大概是两千年的 这个极限到了 所以天都有极限 何况是想 这个时候已经到了 我们一定要严正以待 不过当然了 我们不是要故意 这个危言耸听 但是我觉得面对 大自然的反扑 或者是说这个警讯 已经这么明确的 告诉我们的时候 我们人类确实是要 静下心来好好的思考 广告回来之后呢 我们继续要请教 这个汪教授 那么这个未来的极端气候 会越来越严峻吗 我们人类到底该怎么办 马上挑战面对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